就在中国频频绕台之际 美台关系也出现重大转变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14日 以17票赞成5票反对 压倒性通过了集结国会两党议员意见的 台湾政策法案修正版 体现出拜登政府以及跨党派议员 对台湾的外交军事以及经济上的支持 为了不跨越一中政策的红线 美国修正了原先版台湾政策法案中 部分较敏感的条文 例如将原先被列为 美国政策级别的驻美代表处跟民案 但化成较具建议性的国会意见级别 另外修正版也移除了 将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任命程序 比照一般美国驻外大使进行的要求 也取消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国地位的条文 不过在实质的援助方面 修正版法案不但保留了 美国未来四年提供台湾45亿美元 约新台币1410亿元的外国军事融资 还加码在第五年提供20亿美元 约新台币628亿元的无偿军援 还会在军备移转方面 以对待主要非北约盟国的方式对待台湾 外交方面 法案将支持台湾主权象征 包括展现中华民国国旗 而在经济方面 法案则推动台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更提到让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 对于美台关系全面重整与提升 中国政府当然无法接受 急忙警告美国干涉台湾事物将会动摇美中关系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 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打台湾牌 搞以台制华 停止推进审议有关法案 尽管引发中国强烈不满 美国政府与两党议员一同让法案接连过关 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院会审理 如果能在本届国会明年一月期满前 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 最后将会递交拜登总统签署 正式生效 华语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